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杨茜晓 我想你是错误地估算了形式 现在你还没有占用主动权 现在 如果你拿不出消费者指定的商品 损失了客源和信誉 对你的损失 可是不可估量的 李总 你看啊 你手里这批钻石 根本就不符合你的产品要求 只有搭配了专业的切割工艺 才能拿出最好的品价 你花这么多钱 囤了一批毫无用处的石头 就为了给东晨下个伴 这成本太高了吧 我为什么要答应一个 只对你有利益的条件 获得了戴尔普斯的看货权 就说明你是一家 顶级的珠宝公司 这个消息传出去 得给你带来多少客源 以及之后丰厚的汇报 这怎么可能只是对我一个人有利呢 没意思 李总 李总 我们一定要切磋一球啊 我上次输给你 我到现在还记忆有心 今天不行了 我约了李总来谈事 那好吧 但是 今年我们公司拍卖会 你可一定要跟我再来一局比赛啊 一言为定 球场上见 好好好 老板 您进场啊 我走了 拜拜 我让公司的法务仔细看一遍合约 立刻安排秘书跟您签约 来 李总 合作愉快 董事长 今天一早 林毅就在高尔夫会场 见了璀璨的露丝里 在场的还有戴尔普斯的戴维 消息可靠吗 球场领班传来的消息 绝对可靠 我们的林总经理 是终于出面搞定露丝里了 董事长 看来钻石的货源解决了 这可是好事啊 好事 你是个猪脑子啊 永远只看到眼前的一亩三分地 你看看林毅的助力 再看看你 差距不是一般大 好 董事长 那我们下一步 帮我约露丝里见面 另外 把林毅 从露丝里那边解决了 钻石的这个消息 透露给阿锐呢 好的 董事长 还有一件事 我就想不明白了 那个顾兴颜是怎么说服林毅 替她出面的呢 好 李总 请 外面的茶馆会所耳目众多 就只能约在这里了 请李总接亮 请坐 李总约我 就算是过刀山火海 我也得来拜会 李总真是说笑了 你我同姓是本家 怎么能约你上刀山呢 我约李总来 是想给你庆祝一番 把酒言欢 我把钻石卖给东城 损失了近千万 这有什么值得庆祝的 损失近千万 当然不值得断气酒杯 今天我请你来呢 是要向你透露一个消息 你可以不花分毫 就可以拿到戴尔普斯的看货权 什么意思 你想要的看货权 我可以直接送给你 不用拿那批钻石火源来交换 我之前跟李总 虽然没有打过正面的交道 可是我知道 生意场上没有白送这个词 李总的确是聪明人 你想要什么交换代价 我希望你放弃 林毅给你的那份合同 这是你唯一的代价 来 干杯 双快 干杯 你在翠翠爷爷 露西里那边的法务 告诉她 今天下班之前 务必走完 林毅程把合同签了 嗯 没问题 老大 老大 怎么了 不用催了 垂山公司下午三点召开新闻发布会 公布这算式计划 关键是他们的方案和我们海棠花的方案 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卢斯里 老大 咱们怎么办 只能放弃海棠花了 通知阿瑞娜 她的方案由备选专为主方案 立即启动 明白 不用通知了 我来了 阿瑞娜 林总 你的设计方案 一直在推进完善着吧 当然 我召集了几乎所有的设计部员工 来完善这一份工作 而且每一天都工作到很晚 太好了 不过就算这么忙呢 我都还没有忘记去做一件 我早该做的事情 什么事 我去了一趟版权专利局 我已经把我这个设计方案 申请了版权保护 也就是说呢 东城如果没有我本人的同意 没有办法投入生产或发售 你是不是一直等着这么一个契机 来跟我交板 啊 我只能说感谢上帝 这个契机是被我等到了 你想怎样 兑现 我来东城之前你就给过我的承诺 记得吗 请帮我把通往总监的道路上清扫一下 我希望 除了在我的办公室门上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 设计部总监之外 我也要我的名字是名正言顺的 哦 另外 我要顾兴颜做我的助理 你在挑战我的底线 你知道吗 阿瑞呢 但是 我答应你 谢谢林总 不客气 老大 您真的答应了 马上通知Lucy 说我要见她 明白 你说这些工艺商怎么了 就跟喊了预备齐人 全都说没货 好 等一下 最新财经消息 璀璨珠宝新品发布会 定于今天下午三点举行 地成分三十分钻石搭配 评价奢华 钻石享受 董事长 我们那个林总经理 真是动作神速啊 只花了一个早晨的工夫 把洛西利给说服了 但是她没想到 汤浪补差 还有黄雀在后呢 林毅想见海棠花之事 销量翻红 一步步重掌公司的精英大权 没那么容易 那哪还有什么变化 进来 董事长 接到现场记者的消息 璀璨的发布会 即将如期举行 我多虑了 我多虑了 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璀璨珠宝的 新品发布会现场 璀璨的平价奢华 钻石享受 新品发布会即将举行 稍后我们将会看到 璀璨珠宝的总经理 Lucy Lee 为我们做详细的内容阐述 好 现在入场已经开始 我们看到许多记者已经入场 主持人都已就位 而工作人员和摄影师 都已经在忙碌的筹备当中 璀璨珠宝的方案 已经正式成为 新一季的活动方案 而她的总监任命 也在即日下发 各位 我们一起祝贺璨珠宝 其他人都很棒 強烈拉 真棒 瑞拉 恭喜你啊 好 恭喜你 怎么样 来到我这边对了吧 下年 有请我们璀璨珠宝的总经理 Lucy Lee 上台讲话 各位媒体朋友们 你们好 欢迎来到璀璨珠宝 今天呢 是有一个好消息 要跟大家分享 今年我们将与东城合作 共享戴尔布斯 今年的看过权 未来我们会为消费制 提供更优质的珠宝选择 你说 李总你好 我有一个问题 在会前我拿到的公关稿里表明 您会公布一批钻石的使用 及相关的新品 但目前会议的主题 却变成了 璀璨获得戴尔普斯的抗货权 我想知道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 这位记者朋友 我想你一定听说过 玉阳仙逸声东击西吧 但是我想 抗货权应该是比钻石 更大的新闻吧 你们回去更好交差 所以我要拜托各位媒体朋友们 务必替我们璀璨拿下看过权 大叔特殊基地 会后 我在会议室门口 为大家准备了一份小心意 会有惊喜哦 再次感谢大家的光临 幸远 幸远 我没听错吧 她没说是吗 她没说过用那批三十分钟算实声 是的 我知道 怎么回事啊 什么情况 为什么瑞斯比没有提到那批箭石 海棠花有名下卖 我们的方案到底有没有通过啊 卢斯丽这个婆妇 她怎么能出尔反尔呢 你早就该想到 她既然可以在林依那儿出尔反尔 在你这儿也可以说话不算说啊 你是马后炮吗 不是 我只是很好奇 她为什么不要接受你的这个 白白送的抗货权 而是用钻石去换林依那儿的抗货权 林依是怎么说服她的 她肯定给了卢斯丽很大的好处 这位我请 庆祝一下 来 我说一句啊 祝贺咱们的钻石回来了 祝贺我们的海棠花 祝贺咱们的首席设计师 顾星年 你怎么了 我感觉我自己好像 好久都没有想今年那么开心 过程呢 虽然有点一波三折 但结果不是挺好吗 对啊 在东城做一点事情都这么难 更何况在外面了 我现在终于可以理解到 那些创业者说 创业是多么多么多么难的一件事情 使我把这条路向的抬起来了 不过这一次多亏了林总 我知道一定是她去找了卢斯丽 林总以前不是总为难你吗 是 她老是为难我 但是我发现 每次到了关键的时候 她还是挺让我钦佩的 她不仅是真心为了东城好的人 而且她总是可以 站在全局的角度去看那一件事情 你这么说林总不管欣慰 不是 杰克你欣慰什么呀 她也姓林 你说她跟林总 会不是亲戚啊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不可能不可能 杰克怎么可能跟林总是亲戚嘛 林总在这儿不可怜 对 我又没她那么黑 行行行 你们说的都对啊 都对了 来来来来来 我们干一杯 给我省强啊 尽情话 好 不对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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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总 林总 喝了多少酒啊 我是喝了点 要是我不喝的话 还真不敢来见你 你怕我呀 我感觉你天不怕地不怕呀 采购部已经正式通知我了 那批钻石 明天就可以入库了 我知道一定是您去找了露西莉 明天就能入库了啊 好 说明璀璨办事效率还挺高的 您到底是用什么方法说服她的 记者招待会三点钟就要开始了 我根本没有时间赴你这个月 可你还是来了 就是你这个秘书 她那个态度呀 好像我不来她就要把绑架来 李总 事情紧急啊 迫不得已见谅啊 说吧 什么事情这么紧急啊 从今天早晨咱俩见面 到现在的几个小时里 我能想象到你和什么人见了面 又说了些什么 不想知道她给你开了什么条件 我只想知道 怎么才能让你把手里那批钻石卖给我 新闻发布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评价施华钻石的这个口号 我已经宣扬出去了 这个时候 你还想买那批钻石啊 对 看货权 还有你手里百分之三的东城股份 时间快来不及了 你快点做决定 百分之二 不能再多了 成交 我当然是 用我的方法了 买糖花项目啊 必须要尽快地往前推进 争取早日把产品拿出来 送到消费者手里 东城能有今天 多亏了这些可爱的消费者 他们是最不能被辜负的 是 我知道 谢谢您 林总 好嘞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等了 这 这是干嘛 这是 这是怎么了这是 吃饭吗老大 来呀老大 顾兴颜也是一疯丫头啊 一看就喝了 今儿都是您爱吃的菜啊 我不饿 你吃吧 您 您别不吃啊 谁啊这是 老大 卢子里来信息了 他说泄密的人 是顾兴颜 怎么可能呢 您看 这是顾兴颜的截屏啊 对啊 这是一条 你出的终于是顾兴颜的截屏 你compl下的截屏 还是要够关闹的 chuck图兴颜的截屏 这套截屏的截屏 是我们需要吗 我们不要说 开始了 露西里跟我说是顾兴颜泄露的 还把他给他发那邮件的截图发给我 顾兴颜不可能吧 他道德能力特别高 而且对东城特别有执念 你们里面肯定有问题 要不要我去打听一下 好啊 请吃饭啊 嗯 先挂了啊 老大 现在怎么办 妈 当真正经历了一些困难之后 我才知道 走一段路最好的办法 也许就是一直走下去 妈 您放心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孝根 绿 glued 打 兴颜 一会儿来看一下 怎么了 这 怎么了 走 林总 公司安排谁当总经我无权干涉 我只是想知道 为什么要安排我做Arenna的助理 这总归要争得我本人的同意吧 为什么我对此一无所知 我 我 我先出去了 这是公司的任命 没有必要争得你的同意 可是昨天晚上您还在嘱咐我 要做好海棠花项目的后续推进工作 今天早上我就成了Arenna的助理 我想知道这一夜之间发生了什么 我不想这样不明不白的 自己看看 海棠花的活动方案 是从你的电脑通过你的邮箱 发给Lucy的 不可能 查过IP地址了 确实是你的电脑 不是我 如果是我的话 我 我为什么要去下什么军令状 我为什么要费尽心力地去求你啊 不是你 那会是谁呢 我不知道 你必须知道 如果你不知道 就得由你自己来背这个锅 明白吗 我真的不知道 我只知道不是我 睁到你的眼睛 好好看一看 谁在你摔倒之后 是最得意的那个人 另外 在做好海棠花的项目 找出那个出卖你的人 静言 为什么公司决定让你去当Arenna的助理啊 公司认为说 是我把海棠花系列的方案泄露给璀璨的 开什么玩笑啊 有点脑子的人都明白 谁会把自己设计的方案 卖给其他人呢 可是现在的情况确实有点复杂 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我 抱歉 你还没收拾完呢 我不是故意要来赶你的啊 不用你赶 我知道我自己应该坐在哪里 那就最好 顾京言 你的总监助理任命极致生效 除了我平常的设计工作之外 我现在必须要提醒你另外一件临时分工 宝洁阿姨生病了 在她回来上班之前呢 部门里的各个清洁工作 就有劳你来分担喽 Arenna 你这样永远远太过分了吧 分配给下属工作 本来就是我的职责啊 好了 你们都离开吧 我要把这个办公桌让给叶晓青 啊 对呀 晓青是我的特别助理 我已经跟综合部申请过了 要把这个办公桌让给她 晓青 星宴 我来 谢谢你 没客气 没客气 不好意思 让一下 坐啊 晓青 我不敢 来 我来教你 大方的 坐 谢谢你 您看 不客气 有事叫我 我来教你 你有自己的办公室了 开心吧 当然开心啦 以前那个办公室是属于顾欣妍的 我那会儿羡慕得好一会儿呢 可是没想到 现在这个办公室属于我自己了 谢谢总监 晓青 遇待王冠 必成其重 办公室我已经给你了 你以后什么该说 什么不该说 什么是该做的 不该做的 你自己心知肚明吧 好 我知道了 对了 可是 我就特别怕 万一公司查这个事 查出是我干的 那怎么办啊 是 不是 瞧你这个心理素质 难怪你只能当个设计师 你是顾欣妍的好姐妹 怀疑到谁都不会怀疑到你 而且 那天你干的不是挺俐落的吗 嗯 是 而且 按你的吩咐 我把已发送邮件也给删除了 顾欣妍 她肯定不会发现的 那你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吧 你就好好地当你的首席设计师吧 嗯 好 谢谢总监 咱俩 欣妍 你想哭的话 那你就哭出来吧 我可以 借你个肩膀 嗯 我知道 你又被人欺负了 而且我相信你一定是无辜的 对不起啊 我在这座大厦里 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 没有能力保护你 他要有你以后不要这么说了 他要有你以后不要这么说了 你对我来说 是在这个城市里面为数不多的朋友 甚至说是亲人 我真的很谢谢你 每次在我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都可以在我的身边 那你真的打算给阿瑞娜当助理吗 如果你离开东城的话 我一定支持你 以你的学历和能力 只要你走出这座大厦 外面就是海过天空 你为什么要在这儿 蹚这趟浑水啊 你如 如果 如果你不想工作的话 我 我可以给你生活费 你说你要给我生活费 开什么玩笑 我又不是养活我自己 给我生活费 你还没有到达 拥抱我还是害怕 那你接下来的选择是什么 我想一想吧 那我现在能 为你做点什么呢 我 却看见 那是泪光 那力量 我不想再去抵挡 面对希望 逆着光 感觉爱存在的地方 一直就在我身旁 不想再去抵挡 哥 顾兴炎不会做出 出卖东城的事的 又是为了顾兴炎 是吧 对 因为我了解他 他这一路的努力 我都看在眼里 你了解他吗 你跟我说说 你了解他什么 很多 我在蒙特利尔的时候 就认着他 你是因为他回国的 对吧 又是因为他进的东城 我跟你说实话吧 我在蒙特利尔练摊的时候 就认着他 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喜欢上他了 明白了 你突然间从加拿大跑回来 就是因为一个女孩子 对吧 你还哭着喊着说 要跟我生活在一起 要吃什么解凡小笼包 不是 我也真的是想跟你生活在一起 想吃蟹粉小笼包啊 但是 顾兴炎不会做出那种事的 我不能眼看着他 就这么被冤枉啊 你说你了解他 你了解他什么呀 你知道他的过去吗 你见过他的家人吗 他没跟我说 肯定是因为我做得不够好 他还不够信任我 再说了 我不也隐瞒着他一些事吗 他要知道你是我哥 你处处针对他 他就更不信我了 我告诉你啊 我真应该把你扔回家那大器 顾兴炎比你想象的 要坚强得多 知道吗 是 我没你见多识广 我涉事未深 但是 我分得出来哪些人是善良的 我知道哪个女孩值得我喜欢 总之 顾兴炎 绝对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早上好 兴炎 你干什么呢 打扫卫生啊 活动 活动筋骨 一会儿就可以开始工作了 不好意思 没关系呢 我就剩两个垃圾桶了 好吧 谢谢明涛 搞定了 那我就先推出去了 他 他真的在乖乖地打扫卫生 扫地 妈地 还倒垃圾啊 不仅倒垃圾 好像连花也给浇了 这功夫 应该是去给别的同事泡咖啡去了 真没想到啊 曾经趾高气扬 风头无二的设计部一姐 也有今天 一姐 那是从前 自从您来了之后 您才是设计部的一姐 行了 我知道 盯紧点 有任何问题继续跟我汇报 好 我知道了 芳芳 你怎么在这儿 我记得 你有好多图纸还没有画完吧 没事啊 少往总监办公室跑 要把心思呢 都用在正式上 对不对 嗯 我知道了 我去忙了 阿尔娜 您过过目 好啊 我仔细看看 嗯 如果没有别的事的话 那我就先出去工作啦 嗯 你好 请问要点什么 成章 谢谢 嗯 还曾没想到 你会这么明目张胆来约我 你别忘了 我现在是璀璨的设计总监 也是你的前领导 加上你最近跟璀璨的一些传闻 这几个关键词联系起来 你可有点解释不清啊 心里没鬼 不需要闭魂什么 谢谢 听说阿尔娜现在成为 新的设计总监 你是她助理 找我什么事啊 是谁把海棠花的方案 陷入给璀璨的 陷害你的人 自然是从中获益最大的人 阿尔娜 还有她同伙 再加上露西丽的 顺水推奏的配合 这是什么 你应该谢谢露西丽的好习惯 每一通电话 每一次的会议 都有录音 她怎么会把这个给你啊 谁叫我这么有魅力啊 不知道说什么 谢谢你 欠你个人情 我知道我应该敲门 但是我真的等不及了 我找到那个人了 马上交给李卓然 您不想听一听是谁 不用了 我心里有数 你现在拿到李卓然那儿去 乖孩子就要糖吃了 刚才我可没见过你啊 我是谁 我在哪儿 刚刚有人说话吗 另外那个人是谁 露西丽 这个女人真的很狡猾 董事长 我希望您可以把这个真相告诉大家 嗯 我知道你做事一向很谨慎 你也知道 谁能帮你吧 是的 我很清楚 只要你这么快 把市面上低成分的三十分钻石 抢钩一空 东城就会因为原料短绝成为被动的那一方 这可是第一手消息啊 有没有这个破例 那就看你自己了 这个声音我想大多数人都不默声吧 这就是 林总从香港带回来的 并极力推举到设计部总监一职的 国际著名设计师阿尔云 实际已经水落石出 泄露公司机密的 就是阿尔云 设计部是东城的核心 被这样的人掌控明白 后果不堪设想 没什么好说的 直接开除 把他赶走 张董的意见呢 咱们张董 林总 郑平选总 我没意见 那莫提议 设计部总监的职位 由顾新元来担任 各位有意见吗 没意见 没意见 阿尔云 东西都收拾好了 阿尔云 走吧 阿尔云 我是不是该跟你说个恭喜 谢谢 你现在终于懂得了职场上的法则 也知道找靠山了 阿尔云 你来到东城也有一段时间了 我也曾以为 你懂得了职场上的法则 在这个大楼里要活下去 真正靠的是什么 现在轮到你给我说脚了 你不要忘了我之前还是你的面试官 你这样才走几步路而已 那路程还很遥远 今天 我跟你讲我最喜欢看的就是 天使堕落成魔鬼的桥段 那一路程 我们就回来了 你也别太得意忘形了 谢谢观看